今天小七给大家介绍一部科幻动作电影《少年透明人》 小白是一名性格内向的高中生 暗恋斑花小美却一直不敢表白 还经常被斑上恶霸小黑欺负 就是这样有些懦弱的少年却有着一个超级英雄梦 万圣集前夕小白接受了小美的化妆晚会邀请 可当身穿超级英雄服装的小白自信满满来到晚会 小黑等人竟暗中拾坏 现场直播小白偷拍小美的目像 小白顿时感到无地自容逃到厕所里 看着镜中有些狼狈的自己 小白心想自己能隐身就好了 一笑醒来小白梦想成真成了透明人 刚开始小白还有些迷茫 不过很快就发现隐身的好处 成功捉弄小黑等人一番 感觉非常不错 随后小白隐身来到你澡堂 看一看小姐姐 当然主要是看欣赏人小美 可关键时刻隐身突然失效 小白被抓现行尴尬不已 班上同学开始疏远她 小白还意外得知自己是收养的 心情环燥的小白来到沙滩荡秋千 意外遇见小美 没想到小美一直对透明人很感兴趣 两人越来越开心成了好朋友 在小美家两人玩起了情侣游戏 可由于紧张 女生即将失效 小白不敢直接面对小美 只得落荒而逃 回家后 妹妹鼓励小白勇敢表白 被受鼓舞的小白前去找小美 却正好看见小美被男子女女带走 上前想要阻止 可实力相差悬殊 直接被打倒在地 小美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 被物当成超能力者 成为实验研究对象 另一边小白想要再次隐身拯救小美 却一直没能成功 独自一人来到海边 遇见一位自称是他父亲的眼镜男 原来多年前的一场核战中 包括眼镜男在内的许多人 因核辐射获得超能力 却被军方组织囚禁 用来做各种实验 后来小白出生 眼镜男不想让儿子拥有和自己一样的命运 便偷偷把小白交给他人服药 说完眼镜男交给小白他母亲留下的遗物 并说你的隐身能力是天生的 穿上这件衣服后就可以随意隐身 小白将细将移的装上衣服后 发现自己果然隐身了 便带着小黑一起去解救小美 一路上小白用超能力 轻松打败所有守卫 正当小白准备带走小美时 小美突然举起手枪 命令小白献出原形 原来组织老大拥有控制人思想的超能力 老大决定炸掉基地毁灭一切 万分危急时刻 小白激发体内隐藏的强大超能力 一声怒吼成功干掉老大 并带着小美逃了出来 眼镜男为了让小白过上正常的生活 使用超能力去除了所有人有关这一切的记忆 不过小美似乎无法忘记 转过身微笑的看着小白 两人相识一笑 一切竟在不言中 故事就这样结束了 如果你拥有了隐身的超能力 你最想做的是什么 欢迎留言评论 我是小七 我们下期再见